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是石頭 我叫劉樹昌 花果村擔任村委副主任 我老家也是本村的 我們這些地方基本上不是什麼土地了 全是石頭 主要是靠天收吧 以前交通非常的不便 就是經過一顆六所 那個鋼鎖鎖子 從上面調過去調過來 不管買進來的賣出去的東西 都全部經過六所 比如說人出行啊什麼的 都要從六所上走 也很危險 一方水土 養不合一方人的地方 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整著 全部搬遷出去 我給這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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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得辦法找樓 他年紀高了 再說吧 就這麼誇張 才是雲青 他心不容易想看 他就是不可能 他就說遠處才走不動 還開不動 年紀大了 他有九十多歲 全說他們的這種搬遷工作 最難的八九十歲的這種老人 他在這個地方生活了那麼多年 他感覺到個土難的 他感覺到個土難的 你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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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我們下一代 讓他們有一個好的起步 離開這種艱難困苦的地方 來我來 你中了嗎 主要是樓掌 還有小區裡邊的服務點 因為他們也會電話諮詢我們 這家人是個什麼狀況 是個什麼機構 劳动力,学生,这家人的一种状况是什么 那个是能做什么,他是最能做什么的 那个长他要亲自跟这些村民们了解他们的情况 这个生活上是没对我们老家好找 我们老家了嘛,可以自家盘财,自家种籍,自家养猪生口,可以生活 在这些内,点点某某都要去找钱 这个钱工作又不好做,未定的工作又找不住走的 一高人,苦来养一家人,我感觉还是,比我们老家还是要难的 班前过程的周外呢很多,他不愿意搬出去怎么生活 是他们一种过滤,要让他们晓得这个好的政策 让他们慢慢的心里面的这个记忆把它改开 对对对 我从这边搬过去了,我都会跟他们楼长啊,工作人员啊 他们都在那边呢,我们基本上都会在一起相互了解 在那边他执着的是什么样 当然我们也会亲自地在老百姓家去看 搬进去了之后呢,还有咨询他需要什么 我们都精力地去完成 来的时候说,要是搬过来的话可以找搬上 然后给我们找到过去上 就业想做什么 他能做什么 这些东西呢,都要跟他们对聚 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在那个厂里面上班 这个工作我满日的 工资也差不多,然后一家一金 上下班才能回家,就停满日 我担任华国村副主任 到现在我最自豪的一件事 是把我们华国村大石头组 也就是六所村最贫困的一个小组 全部搬迁到县城周边 让老百姓搬新家 住进了新方的好日子 我是最自豪的 我真的很好的 我感谢后 好感谢 最后的事 我会想看 你 我会想看 我会想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